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又是我小光 相信大家來到日本都會喜歡吃海鮮、刺身 上一集就跟大家介紹魚門司講 今集我們就去到對面海岸 來到一個有悠久歷史的人氣水產 唐戶市場 唐戶市場就在本州山口園 由於前身的設施太過殘舊 下官市政府在90年決定要重新規劃 在01年的時候就將整個市場搬遷至現在的地址 去賣魚,同時都賣一些周邊的農產品 講一講交通 如果大家在福岡出發 最快可以搭新幹線 去到小倉站下車 然後轉成JR去到門司港站下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在北出口就搭船去唐戶市場 船程都是10分鐘左右 非常方便 去旅行,等車又等船 走得太遠了,先回來 原本我們計劃早上10點出發 但為了解這個市場多點 我就特意早起床 清晨5點已經出發了 先扔下女朋友 自己去視察環境 因為小剛一直都很想一到 日本傳統魚市場清晨的拍賣會 還有一些魚船,報完魚回來的場景 在唐戶市場對面就已經有停車場了 自駕遊的話都非常方便 那麼快呢 已經來到唐戶市場了 看看早上版的實況 就算了 清晨 唐戶市場 大家都是來設置場 好像還沒開始賣魚 全部都還沒開 初步走完一轉之後 清晨時份的唐戶市場 其實都不見有傳統的海鮮泡物會 亦因為比較早的關係 商品都是為了門店或餐廳而出售 只有少部份的店會賣刺身 但價錢仍然很吸引 都是1000元以來 你看看 裝滿整盒海膽都是2000元一盒 這些河豚的刺身 400元已經有交易 三文魚 500元一盒 其他價錢其實都差不多 你看多新鮮 看看 還在想 市場裡 其實都有一些買海鮮調味料 醬料等等 是魚來的嗎 這麼大條呢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唐戶市場的前身 其實都是路邊攤擺買 1933年 政府將它整合了做下關市的唐戶魚賽市場 也就是現在這個市場的前身 當初已經有零售和批發 但時至今日已經慢慢發展成為下關的旅遊景點 有歷史意義之外 亦都有經濟價值 不單止外國旅客 連本地人都會在週末的時候 過來買海鮮 吃刺身等等 所以這裡的星期六日 特別熱鬧 因為太早的關係 所以我去了市場的二樓這間餐廳 在這裡吃個美麗的早餐 想不到這麼早也有這麼多客人 剛剛坐下了 姐姐都比較忙 早安看得到五個廚師左右 其中四個姐姐還要做 留戀、落戴 看得遠都很忙 都很快手 壞了應該不夠五分鐘 一、二、三、四、五、六 七種海鮮 這個是油魚的薑 好吃 很新鮮 雖然不算外面的街市 可以買自己想要的壽司 或者自身 但是這裡 其實這個海鮮 1500元 港幣大約 1500元 港幣大約 七十多元 港幣大約 很好吃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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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者 我在享受早餐的同事 突然想起 我女朋友好像沒有早餐吃 那怎麼辦呢 最後我就問問店員 究竟這裡有沒有外賣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餐廳在大約 都沒有 買酒服務 只要吃藕 如果有的話 通常我餐廳外面有機會 沒有 不過它太好吃了 所以我逛一逛 買一問 很滿足 可惜不能買酒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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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睡回回家 也好 打到回府 時間一轉 我和女朋友就回到同戶市場 因為剛才太早了 很多報道都還沒開門 在正園的位置 已經看到這間意大利雪糕店 除了雪糕之外 也有其他飲品 買的 口淡淡的 剩下一杯奶茶解解殼 因為成為旅遊勝地 所以附近也有不少手信店 大家都吃完海鮮之後 可以過來逛逛買手信 這個叫花冠小廁 10個就要1600日 不喜歡日本燒餅 有這些 然後還有雞泡魚 雞泡魚 叫Fuku Chips 多福麵 可以給3個人吃 2個人吃 1300日 做手信挺漂亮 黃色一盒 太多手信店 我不花太多時間去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過來看看 現在的人流 明顯比早上更多 早上更多 對 有些禮盒裝 有5000日圓 一大套裝 大概有30塊刺身 好像韓國公廷的色彩 擺館擺到漂亮 冰鮮真空包裝 魚類 還有魷魚 而且種類都算多 你們看不見這個招牌 大拖羅都是300日圓 麻煩這麼多人排隊 這是炸海膽 炸海膽 炸蝦炸蝦炸海膽 炸蝦炸蝦炸海膽 那一樣有天婦羅 炸蝦 好像很好吃 這裏是柳川水茶 因為它是大拖羅 嘩,這裏很少 它是大拖羅200日圓 一合合魚生飯,很吸引 場面還非常去陷 差點,自己去了賭場 比剛才外面冷清一點 因為這裡買了魚 雷是要回去煮的 或者送禮用,所以沒多人 但剛才外面拖羅200日圓真的太划算了 是千錢的 200日圓 旁邊也賣400日圓,它就做低了一倍的價錢 大約1000日圓,但從來都是真空包裝 一個這樣的蕩,四種魚生 蕩蕩1700日圓 整個手張這麼大 旁邊也有些沒有骨的炸物 價錢都是250日圓左右 這間沒有人買的 因為這裡偏貴一點 500日圓一份壽司 剛才那裡都是200-300日圓 有些叫泰的三文魚,100日圓一份 因為太多人的關係,我們買完之後就去外面吃了 這個就是蕩蕩的紀念餅,還有一個炸河豚 這個河豚湯裡面除了河豚肉之外,還要拌生菜 而且這盒壽司是1300日圓,一共有8塊,可以自己自由配搭 另外還買了一個海鮮檔,也是1000日圓而已 裡面有拖羅、海膽、三文魚這些菜 然後再用 嗯 這個軟味 這個口感真的好像酸菜眼那種酸菜 我試試蕩蟹肉紀念餅 它外面很脆,裡面也很酸酸 配蟹肉 蟹味也很足,但我認為它會冷了 如果是熱吃的話應該會好吃 好,我們試試蕩蟹肉 好,我們試試蕩蟹肉 不夠了 蕩蟹肉很足 很足夠了 我已經在吃冷了的KFC 這個質感很厚實 外面是冷了的蕩蕩 就好像KFC 如果你是想吃新鮮食材的話呢 可以來這個銅市場 但如果你是想吃很多種類或者坐得舒服的地方 這裏又好像不太適合 我覺得這裏的特點是 魚類新鮮 大眼性去選擇你想吃的東西 大眼性去買你想買的海餐 叫它煮 然後 旁邊這裏的商店可能會有些甜品類、咖啡類去配搭 你可以坐在這個公園裡吃 然後就可以看著海景 如果大家是想吃牛蛋湯 你可以早一點來 但對於香港人來說 可能海裡是不能太緊酬的 你就可以預十點過來 這裏的店鋪開了門 他們又處理好海鮮 9點半開完 你十點鐘來就差不多了 今集時間又到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 歡迎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你就可以成為下一條影片 最新收看的觀眾 我是身在福光不知福的小剛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